英国已经正式宣布批准,美国辉瑞的COVID-19疫苗上市。第一批疫苗也已经运到英国准备接种。如果一切顺利,英国疫情开始受控,最大得益者应该是汇丰控股0005,渣打集团2888的小股东。 估计英国政府会在疫情受控后,宣布允许在英国注册的银行恢复派息。过去五年,汇控市高息股,每年派息0.51美元,折合港币四元。汇控首投现金充足,绝对有钱派息,今年中的末期息已经随正了代派发,却遭英国政府叫停。因此,有理由相信一旦恢复派息,会每年依然派息四元。 过去两个月多月,汇控股价从不足28元回升,也引领了恒指回升,是旧经济股翻新的好榜样。目前汇控股价已回到今年4月初,宣布不派息前的水平。 换言之,汇控不派息的阴影已消失。近期买汇控的人已经预计明年有股息收。汇控今后股价能不能再反弹。 很大程度得看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市场对汇控前途的预测。第二个条件是市场愿意付多少钱。 来买一只一年派息四元的股份。汇控每年料营派四元。 前阵子,不少投资者认为汇控。因孟晚舟事件得罪了中国政府,以后一定无运行。 过去,香港就出现不少声音说汇控应该再迁册。把注册地点搬回香港。近日,汇控内部也在研究放弃。 在美国的零售银行业务不过。上述种种。在我眼中。只不过是落井下石的言论罢了。 股市走在经济与传媒之前。尽管目前美国疫情严重。 但是美股已经创新高。疫苗在英国正式上市肯定是好消息。 这说明投资者是向前看。看到的是疫情过后的投资环境。 而不是目前严重的疫情。到反而是香港。疫情第四波使到传媒天天就已疫情。 为最重要的新闻来报道。香港传媒的视觉竟如此短责、幸好。 香港股市的投资者已经懂得把握机会。把汇控股价推回4月初的水平。 银河娱乐0027股价更是破顶创出52周新高。 把疫情的打击全部消化掉了。过去许多年。 我们经常说股市走在实体经济的前面。 当然也走在传媒舆论的前面。 这说明了国际间股市投资者的眼光最准确。 投资者的真金白银来投注于他们的预测。 已经尝试准确的。国际投资者赌中美关系改善。 目前,美股中正在不断地创新高的股份有晶片股。 汽车股、运动服饰股。 这类股未来真正的大市场不是美国。 而是人口为美国4倍的中国。 这些股股价创新高意味着国际投资者。 已经以金钱赌中美关系的改善。 美国产品、品牌将在中国市场占有重要位置。 大国与大国之间,不可能永远为敌或永远为有。 打打合合,才是长久正常的关系。